台湾朋友们你好 我们不说久远的历史 请你们知道 2022年 中共国可以为了所谓动态清零 让老百姓直接睡到公共厕所里去 把人在摩托车上贴封条就地封控 把卡车司机的车门在高速公路上直接封死 不让他下车 如果他要大便 必须把屁股撅出来拉屎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是电视剧喜剧片里的情节 然而不是 这都是现实中的场景 导演都不敢这样拍 那一年 有超级多的人 因为门 被焊死 没有食物 而饿死在家里 很多人在家中突发疾病 没有救护车 然后眼睁睁地死去 因为群众抗议 习近平突然放开了封控 一下子死了几十万人几百万人 火葬场都来不及烧 棺材都排队出来 好像游戏里面的画面一样 很多都是小孩和老人 你们想清楚自己是不是要和这样的国家走近 请你们好好对待自己手中的选票 因为如果你们掉以轻心 你们很快就会失去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